不是限制 不是財經 不是體育 歡迎收看11月16號的 就是娛樂 我是一沛 氣象局真的是滿準的 如果現在大家還在外面的話 可以感受到 真的氣溫一口氣 晚上掉了10度 所以現在出去 給它有一點點小小的冷 所以今天我們就是娛樂 要讓大家暖暖心 也要暖暖大家的胃 我們待會除了有娛樂新聞之外 我們要告訴大家 在現場要教大家 怎麼樣可以包出一鍋 很好喝 然後重點是很簡單 又可以照顧大家胃的 跟健康的這個湯 所以要鎖定我們今天的節目 而且要跟大家預告一下 我們今天就是娛樂 為什麼剛剛講話有點小潔疤 原因是因為今天 現場來了三位 應該說四位 還有一位主廚 四位就是會讓大家心裡 噗通噗通跳的小鮮肉 可以說是顏值最高的一級 大家一定要鎖定一下 好 接下來我們就來看看 今天11月16號的娛樂新聞 來看看是曾志祥 巧喬 還有謝嘉健 他們今天兩個人 其實出席了一場公益活動 現場在大秀的廚藝 而且還推廣無油煙的料理 記者就問巧喬說 你知道男人都喜歡吃有一點油的 或者是說有點辣的 有點重口味 你現在無油又無煙 這樣會不會抓不住男人的胃 結果巧喬說沒關係啊 如果抓不住他的胃 那就只好靠美色囉 我之前滿喜歡料理的 我的身體比較敏感 我對於油煙的那個反感是很重 所以我之前每次想要下廚啊 煮個三菜一湯啊 一煮完我就是整個就是吃不下 那你不就比較沒辦法抓住男人的胃這一塊來展現 那我就只要靠美色了 靠美色了 靠美色 沒有啦 亂講開 不能煎炸的 喔你是說做人嗎 對對對我是無油不煎炸的 因為我只要吃煎炸的東西 我嘴巴就會長那個泡泡 談到日前閻雅倫泡紅華聚 巧巧會不會受影響 她表示每個人做法不同 謝嘉健則說做好自己的本分是最好的 也沒有抱歉啊 因為我覺得沒有人有惡意 但我覺得 我覺得不論大家今天怎麼做啦 每個人做法不同 方法也不同 我們身為電視圈的一份子 就是當然很想要把戲拍得更好 沒錯 那讓觀眾覺得說 我沒有拜拜就支持你們這樣子 不管是哪一個工作 都會有他的辛苦 還有困難度 要去面對的事情很多 每個人都有短數嘛 所以做好自己本分那是最好的 即將生日的巧巧有什麼生日願望嗎 我就是希望我自己我愛的人 身體都是很健康 HAPPY BIRTHDAY TO 巧巧 就是娛樂台北採訪報導 哇原來巧巧跟我一樣喜歡無油煙的料理 那我們就要建議巧巧可以來我們就是娛樂的節目 因為你知道我們在攝影棚裡面不能開火 所以我們每一道料理都是無油煙的料理 好接下來要看看是 很多女藝人常常因為變美然後變漂亮 就被大家瘋傳說你是不是整形你動了哪裡 是不是有打什麼東西 但是現在不僅僅是女藝人 很多男藝人也沒辦法逃過記者要問這樣子的問題 譬如說是大陸有一位藝人叫陳坤 他最近似乎是變帥了 就被大家瘋傳說你是不是有整形啊 近幾年專注於公益事業的大陸男星陳坤 最近被網友瘋傳跑去銷谷整容 昨天陳坤在出席活動的時候 就針對這個傳言做出了霸氣 啊不對是嬌羞的回應 對我特別憤怒 我怎麼可能呢 我們都是天然的 但你不能污蔑我嘛是不是 你覺得我這個樣子是整國榮的樣子嗎 不像 不是 哭 不像 什麼意思啊 你完全沒有化妝 你看我完全沒有化妝 沒有 啊這個 是 那你現在對自己的顏值 覺得還符合型男的標準嗎 我平時沒想過這些 我都沒有考慮過我的顏值 我覺得顏值這方面 我覺得紅蕾有可能和黃博會更好 我自己這方面沒有太多自信 其實陳坤是個修身養性的西佛之人 在他海景第一排的豪宅裡 堆滿了佛像跟書籍 面對這種傳言 坤哥是開開玩笑 不會生氣的啦 我不會 而且最近他才一天 加片酬街拍了兩部電視劇 片酬之高 甚至超越了位於榜首的霍建華 高興都來不及了 其實我覺得挺高興 我看了兩個角色 我都挺喜歡的 並且他們給的片酬很高 我就很高興 我就去了 片酬有多高啊 你覺得我會告訴你嗎 你提酬比霍建華還高 大概多高啊 八九千萬 真的不對啊 為什麼你 坤哥你明明就拿更多 是在裝什麼客氣啦 就是娛樂北京採訪報導 我剛剛看了這則新聞 我突然發現我們台灣記者 其實問話還蠻保守的 大陸記者問話 其實都蠻勁爆 直接問人家說有沒有整形 我覺得是蠻有Guts的 再來看看的就是 因為演了韓劇 來自星星的你爆紅的 韓國國民弟弟安宰賢 她最近跟安苡萱一起合作 拍了電影 不過安苡萱跟她合作 其實相處得還不錯 而且安苡萱說 她長得非常像 她女士的乾弟弟安君燦喔 看一下 2013年以韓劇 來自星星的你爆紅的 韓國國民弟弟安宰賢 昨天先生北京宣傳 和安苡萱合作的浪漫愛情電影 安是姐弟首次合作引起不少話題 因為安苡萱不論是長相還是個性 都和安苡萱的已故好友 安君燦超相似 兩人一見如故 讓安苡萱直呼太有既視感啦 不過因為大陸的禁韓令發酵 安苡萱在這次的活動上 並沒有受到熱烈歡迎 到場粉絲寥寥無幾 甚至連話都差不上半句 焦點全在另外一位大叔主角 方中信 都是萬文怕他們來的 每一次我在行面拍戲 他們都過來 他們一來的時候 我也覺得 我在拍戲也沒有救護 救護不了他們 我心裡沒有不舒服 所以拜託啦 下一次我在拍戲先別來了 大叔你補這個倒是 想鼻孔安宰賢嗎 還好我們歐爸聽不懂中文 而對於最近熱議的 劉凱薇和王歐關登 對戲話題 方中信也有話要說 對戲也不一樣 所以不用關登隊了 謝謝你 邦大哥你會不會太中肯了 請容小妹叫你一聲補刀王啊 就是娛樂北京採訪報導 好 今天我們就是娛樂的內容 非常的精彩 而且我們就是要健康 就是要帥 而且就是要唱歌好聽 所以請大家記得要鎖定 我們今天的節目 當然講到了健康 我們今天邀請到的是 兩位健康達人 常常來我們的節目的 吳穎榮博士歡迎你 哈囉 大家好 好 以及我們要介紹的是 我們的主廚Eric 歡迎你 哈囉 大家好 Eric也算是小鮮肉 顏值非常的高 好 待會要請兩位專家 來幫我們好好的來介紹一下 今天要幫我們煲湯對不對 OK 好 當然我們今天要拯救 三位鮮肉級的帥哥 我真的覺得 今天我們在節目當中 真的是拯救了很多 女性觀眾的福利 因為平常來我們節目大家也都知道 譬如說玉琳哥 小梁哥 或者是已婚的那個潘老師 所以今天他們三個人都沒有通告 我們沒有發他們 發了三位鮮肉級的帥哥 但是他們都有一些 飲食上的困擾 我們要幫他們好好來解決一下 我們歡迎楊祺鈺 盧學睿 還有倪安東 歡迎 嗨 姨小姐好 姨小姐好 謝謝老師好 都是小鮮肉 看了好開心對不對 好 想要問一下三位 為什麼三位今天會同時出現 是不是因為三位一起合作一部音樂劇 是的 我們就合作了一個 寂寞馬奇朵的音樂劇 對 大家都喝過焦糖馬奇朵 但是可能還沒看過寂寞馬奇朵 其實我去年去看了這部戲 我自己很喜歡 謝謝 對 那今年又要演出 待會我們在第二趴 第三趴 會讓大家好好聊一聊音樂劇的內容 而且今天要幫我們演唱歌曲對不對 對 沒錯 好 但是今天既然跟健康有關 要問一下三位 到底有什麼飲食上的一些困擾呢 有嗎 困擾很多 太愛吃 太愛吃 對 演舞台劇 音樂劇很操嗎 還滿操的 對 他的麥克風現在有聲音的嗎 有嗎 有好 沒問題 謝謝 好 所以安東是去年已經有演了 所以其實對你來講 應該是駕親久熟 駕親久熟什麼意思 就是說很上手 很上手 很上手什麼意思 很上手 他聽得懂啦 他聽得懂啦 但是排舞台劇 尤其是音樂劇有多操呢 就是我們排練花很多時間 對 今年我覺得我們真的有升級版 有升級版 因為舞蹈我們也有更多時間去練 所以我們的編舞也 編舞加場很多 我覺得我自己好像就變成 是一個唱跳歌手的感覺 真的假的 真的 但這樣其實聽起來滿操的 但跳舞你行嗎 當然行 就是需要時間而已 對 但是盧玄瑞以前也就是 好好的唱歌 我也很少看你跳舞 我以前就是算是一個 抒情小聲 對啊 對 一次講抒情小聲 是 對 然後這次也是因為 接觸了音樂劇 寂寞馬七朵 然後才開始瘋狂的練舞 所以一開始我們練那個肢體 光是體能跟我們要肢體開發 對 每一天差不多至少要練十個小時以上 好操 對 非常操 但我跟你講 你們兩位跳舞 真的都要跟小玉好好學學 畢竟他是唱跳歌手出來的 我以前也是騙假騙假 真的喔 真的喔 你承認是不是 那個 舞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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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騙不了人 對啊 跳得很好 而且小玉的身材很好 好嚇人 所以我去年去看了這部戲 你該不會要演的是那個要脫 是的 是的 只露內褲的那個角色 我一出場就是只剩一條內褲 趕快就來跳 是 所以你現在身材保持得很好囉 還不錯啦 但是比較困的 那你今天為什麼穿那麼多 因為冬天了嘛 我不管啊 你等一下就給我脫啊 但是其實要維持身材 其實吃東西更重要 所以我基本上現在都是把自己餓肚子 因為我必須要有腹肌 所以我就要餓肚子 然後吃東西我也不知道該怎麼吃 所以今天也是要請教那個博士 你怎麼可能會不知道該怎麼吃 你先分享一下 你平常吃些什麼東西 我做個效果嘛 對 你分享一下你平常吃些什麼東西 我平常其實早餐 我就是到了早餐店 我就是想吃什麼就吃什麼 吃兩份餐 三份餐 你身材還可以保持這樣嗎 對 但是從中餐開始減量 中餐可能就是 像我今天就是吃一個牛肉可頌而已 牛肉可頌 牛肉我覺得是沒關係啦 可頌是不是有點油啊 油比較多 這是你今天吃的嗎 這是我今天吃的 來…牛肉可頌 對 然後午餐是吃雞翅 雞翅 對 好特別喔 幾隻雞翅而已 對 然後咧 有幾隻被學瑞吃掉了 然後我也吃了一個 晚餐吃的是就是娛樂的便當 我跟你講這個厲害了 就是娛樂的便當現在就在這裡 我跟大家講一下 因為我們接下來就要進廣告 好 但是先給秀給大家看 這是我們在演藝圈當中 很常叫的一家便當店 然後大家都在搶這個焢肉 因為焢肉是最好吃的 所以小玉晚上 竟然嗑掉了這樣的便當 還可以維持這樣的身材 我們廣告之後要請這個 兩位專家來好好來評斷一下 他這樣吃OK嗎 廣告之後馬上回來 歡迎回到我們就是娛樂的 Live直播現場 我們今天在現場真的是很開心 請到了三位小鮮肉大帥哥 要一起演出這部舞台劇 舞台音樂劇叫做 《寂寞馬其朵》 想要問一下安東 你在裡面演的是男主角 男主角就幫大家形容一下 這部戲裡面主軸是在演些什麼 主軸你聽得懂嗎 主軸聽得懂 聽得懂 好 在演些什麼 好 這個音樂劇 我是 我跟我們三個 我們開了一個咖啡廳 叫做馬其朵 因為我是小馬 他是阿琪 然後他是多多 馬其朵 餐廳 咖啡廳 然後在這個咖啡廳就是 有點像一個賀歲片 我們有三層樓的角色 會擦肩而過在我們這個咖啡廳 然後有一些穿插的關係什麼 所以有八個主要角色 然後我是可以有點像個 narrator 對 narrator是什麼 narrator是什麼 就是講故事的那個人 講故事的那個人 你要問我中文 我也要問你英文 很好 就是他 你是專門在講故事的主軸 對 就前面跟後面 我去做一個跟觀眾去 讓你了解一下 看一下我們的世界吧 簡單的來說就是 其他的七個人 會跟你發生一些關係 一些互動跟一些連結 對 都會發生在這個咖啡廳裡 但是這個咖啡廳我覺得還滿精彩 因為去年去看了之後 其實裡面有一些三角關係對不對 對 他們就有 他們兩個跟 他們兩個搞關係 他們兩個跟一個女主角 女主角有一些關係就對了 OK OK 既然你們剛剛下禮拜五 聽說就要首演對不對 是 下禮拜五 那練得怎麼樣 歌曲 歌曲上基本上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真的喔 我跟你講今天就是我們的暖場 因為下禮拜五要演了 你們已經排練得差不多 因為剛好我們救世娛樂也是Live 跟舞台音樂劇一樣是Live 所以唱得好不好 觀眾一聽就知道 現在就請三位來帶來 我們裡面一首很重要的穿插 貫穿整部戲的一個歌曲叫做 歡迎來到馬奇朵 歡迎三位 謝謝 早啊 晚安了 晚安 對 我們直播 歡迎來到馬奇朵 老舊公寓的一樓 點最鮮奶的Espresso 精心特調的Makiado 溫暖的笑容 真心的問候 合得很漂亮喔 謝謝 歡迎來到馬奇朵 忙碌生活的舒適角落 穿梭在城市的小宇宙 每次興起的眼神交錯 可愛的笑容 外角的溫柔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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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咖啡充淡寂寞 我呢 扶貧你的迷惘失落 來這裡輕輕放鬆 前方已經存在落 好嗎 好嗎 歡迎來到馬奇朵 老舊公寓的Tilo 點最鮮奶的Espresso 精心特調的Makiado W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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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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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聽耶 而且是唱現場的 太厲害了 但我怎麼覺得安東跟學瑞 有一種在包夾小玉 在撐他的感覺 我在瞪他 沒有 沒有嗎 我們是釋出關愛的眼神 真的喔 我覺得好險兩個很擔心 他會唱不好這樣子 怎麼可能 不會嗎 你們必須連線 我覺得音樂劇合唱的地方 很奇妙的原因就是 因為其中一個當主軸 然後其他負責要幫他合音的話 就會要一直看著他 因為連那個換氣跟嘴型 都要一樣 才會很適合 你們一出戲演 總共演的長度有多長 這出戲加中場休息 差不多三個小時 你剛剛其實只唱一分鐘 你怎麼那麼喘 我沒有喘 沒有喘對不對 對 局率很好 但是你安東聽起來 今天是不是感冒 有一點點 有點感冒是不是 問一下吳博士 如果他現在下禮拜 就要演舞台劇 現在有點感冒 可以怎麼樣補一下 其實我可以提供我的秘方給你 好 秘方 大家學起來 其實我覺得如果說 我開始有點想要感冒 那種有點覺得好像身體冷冷的 然後開始有點打噴嚏 我會用薑 加枸杞 然後削一點檸檬片下去煮湯 狗的什麼 狗杞 狗杞就是紅色一顆一顆小小的 狗的什麼 我等一下再跟你講 不是 它是一個中藥跟狗沒關係 對 跟狗沒有關係 對 觀眾朋友應該都知道 什麼叫狗杞 對 然後我就去煮一鍋 然後我就會把它放在水壺裡面 帶在身上 隨時補充 因為薑有它的薑辣素 它可以抗病毒 然後枸杞的話 因為它有甜味 可以把薑的辣味蓋掉 而且枸杞本身也是很好的 抗氧化的東西 然後像檸檬的話 它有檸檬精油 它會抗病毒 讓那些病毒比較不會 吸附在我們的呼吸道黏膜上面 對 所以檸檬是檸檬汁嗎 不是 皮 檸檬的皮 對 然後 所以檸檬皮不是會有一點 皮 就是要它那個白白的裡面的 那種檸檬苦素 那個是最好抗病毒的東西 真的 對 所以就把薑片 然後枸杞跟檸檬 檸檬皮 皮一些 煮一煮 然後放水 然後下去煮 對 然後那個湯就可以喝 了解 對 可是如果說你已經現在已經感冒 已經有很濃的痰 這就不太適合了 是 有痰的人就不可以了 對 OK 我有很多痰 那現在先不要 我也有痰 老痰嗎 你們都是抽菸的老痰的話就有可能 我們都是老痰 對對對 那雪兒你有什麼困擾最近 我最近其實就是 那個來了 哈哈 我就是長 你長痘痘 喔 我就長痘痘 對 那個來 年冬的 Live Live 對啦 痘痘來了 痘痘來了 對 痘痘來了 而且我長在就是臉頰跟這個 下方 腮方子 腮方子的地方 其實我覺得痘痘來了 你有個東西叫他不要來 就是糖 你在飲食裡面的糖要把它拿掉 你喜歡吃甜的嗎 我不吃甜食 不吃甜食 可是有時候鹹的東西裡面是甜的 譬如說紅燒肉 譬如說肉鬆 或者是香腸 那種 你看 就是一些加工品裡面 你不覺得有糖 它裡面都有 因為糖會讓我們身體發炎反應增加 對 然後另外就是你要多喝水 水可能你的個兒 一天可以喝到3000CC都沒有問題 差不多 很愛喝水 你很愛喝水 還有 我跟你講 我剛剛偷看你吃的東西 有個東西你都沒吃 你看你早餐吃鯉雞肉 對 蛋餅 那只有碳水化物跟蛋白質 然後中午吃海鮮燉飯 也是只有碳水化物跟蛋白質 然後你吃它這個便當 那個 對 你剛剛吃這個便當 我可以大家看一下這個便當 看起來非常好吃 你這個便當這樣子加起來 蔬菜根本不到一份 你知道像你這麼大個兒 是 你知道這個 你的蔬菜水果加起來一定要九份 你們聽過蔬果579有沒有 有啊有啊 有嘛 那579是怎麼來 就是小朋友要五份 然後像我們女生要七份 七份 然後男生要九份 九份 然後九份為什麼是單數 579就是單數對不對 蔬菜永遠比水果要多一份 對 那所以你是九份的話 你蔬菜要五份 所以你只吃了 如果你把這個都吃掉的話 你搞不好剛才偷偷把它丟掉 有沒有 不會 我愛吃菜 OK 好 好 所以就是說 以你這一整天的話 其實你的蔬菜水果 其實真的吃太少 它蔬菜應該五份 可是你這樣一整天 它只吃到一份 對 那因為其實你會長痘痘的話 跟很多你的身體抗氧化劑 不夠很有關係 對 那如果說像這個控肉 你知道這個便當是最搶手的 這一家的便當的控肉 是每次只要一來 大家都拿光 我們晚上吃這樣子的便當 大概有幾卡 現在看到菜菜的分量 其實這樣子的話 大概有六七百卡跑不掉 六七百卡 對 所以晚上吃這個是OK的嗎 有沒有缺乏什麼東西 蔬菜一定不夠 然後它的 其實這塊控肉 我覺得它的油脂真的太多了 你知道嗎 它大概三分之二都是 你知道那個有多好吃嗎 真的 那個很好吃耶 對 那大家 我覺得就是 可以訓練一下自己的口腹之欲 因為我覺得蛋白質的話 其實是在瘦肉 其實肥肉的話 其實沒有蛋白質 就便當沒有贊助 我剛好聽到你說 我便當有贊助 我們就不會說 它這樣子沒有很健康 是 安東你吃什麼 我吃什麼 對 我來檢查一下你吃什麼 鐵板麵 早餐吃鐵板麵 有蛋 有蛋 對 好 然後午餐吃鮪魚三明治 有菜 有菜嗎 菜在一片而已吧 沒有 菜很多片 真的嗎 對 我跟他們很常 我常點 對 然後晚上就是我們的便當 它早餐跟午餐有問題嗎 因為鐵板麵很多人都會吃 對 可是我覺得早餐吃鐵板麵 其實基本上就是碳水化物太多了 然後 然後 碳水化物 carb 對 carbohydrate carbohydrate 好 麵粉 好 我們那直接來溝通了 對 難以溝通 對 是 我覺得碳水化物 然後蛋白質不夠 是 對 因為鐵板麵 其實的話就主要以麵為主 所以它的早餐是少的蛋白質 了解 那午餐的話 如果他剛剛講說蔬菜夠多的話 還OK的 其實也沒有很夠 看 我都抓你騙我 大概只有一兩片 心虛 那一樣就是這個便當 其實我覺得他們三位 我怎麼都沒有看到他們在吃水果 沒有在吃水果 對嘛 你們在這一整天 水果比較少 所以其實要多補充水果 水果晚餐 就是睡前吃可以嗎 其實我覺得如果說你不要增胖的話 你如果說你要苗條身材 睡前不要吃太甜的水果 巴勒可以啦 巴勒還可以 可是如果說你吃的是葡萄 鳳梨那種太甜的話 很容易胖 了解 大家要注意一下 不過我們今天就說到天氣有點變了 而且三位又要演音樂劇 所以必須要有體力 所以廣告之後我們要教大家 如何煮出一鍋非常好喝 而且又很簡單的雞湯 待會主廚Eric要來教大家 廣告之後馬上回來 好的 回到就事娛樂 我們今天要教大家 如何煮出很健康又好喝的雞湯 今天Eric主廚要幫我們介紹 什麼雞湯 要簡單的 好 今天這個作法很簡單 我們今天介紹這個是 花旗參瑤柱山藥燉雞湯 這光聽名字 我就… 聽起來不太簡單 對 聽起來好像滿難的耶 聽起來很難 可是你可以看到它的食材 非常的簡單 來…拿高一點點給導播拍 山藥 然後瑤柱 瑤柱就是這個乾的干貝 乾的干貝哪裡可以取得 我們這個南北貨 在迪華街都很多 取得很方便 再來接下來是雞腿肉跟排骨 我們加入花旗參這個食材 藥材 然後還有剛才那個 尼安東不知道的這個枸杞 枸杞 尼安東 枸杞長這樣子 枸杞長這樣 小小顆的 小小顆的 紅色的 跟狗沒關係 跟狗沒關係 OK 好 對 然後紅棗 這是我們主要食材 我們準備了一個雞高湯 是 還有這個鹽巴跟糖 然後這個紹興酒做調味 了解 然後把它汆燙過後 這個比較特別就是說 我們燉這個雞湯 我們要它比較清澈 我們一定要先把它切塊 像這樣切成一塊一塊的 是 切這樣子一塊一塊的 然後我們把它下鍋 汆燙過後 把這個血水把它洗乾淨 尤其像這個排骨 它有骨頭的地方 你有時候覺得說 在家裡燉雞湯 為什麼會濁濁的 就是這個血水 我們這個血水 我們先把它汆燙過 因為有時候你在肉飯 它在剁的時候 有木沾板的一些木屑 其實那一些 就是一些比較不好的雜質 我們先把它汆燙 然後用清水把它沖洗過後 把它稍微戳裸一下 因為它有時候會卡在縫隙裡面 所以把它清潔完後 然後我們把它放進我們這個湯中 好的 放到中裡面去對不對 對 放到湯中裡面 通常汆燙大概要多久的時間 就稍微熱水過一下就可以了吧 熱水下去 然後讓它水滾了 然後滾了一分鐘 一分鐘 你也不要讓它滾太久 滾太久那個肉的甜味都不見了 了解 如果你滾一下 其實你沒有汆燙夠的話 等一下煮出來也是濁的 是 對 好 那我們把這些食材把它放進來 現在這個步驟聽起來算簡單 因為汆燙應該是家家戶戶都會 汆燙懂吧 懂 好 你懂嗎 沒關係 看他表情應該知道 他等一下會喝就好 會吃就好 好 把排骨跟雞 已經汆燙過後放進去之後 然後加入花旗參 我們把藥材放在它上面 了解 然後這是乾的淮山 一片就夠了 然後這個量的話我們放兩顆紅棗 對 然後再一些枸杞 是 博士想要問一下說 目前我們加進去的這些食材 有哪些營養成分 其實我覺得像燉雞湯或是排骨 這樣子一個湯品的話 主要是我們攝取它的 小分子的一個氨基酸 氨基酸 對 因為我們人的免疫力度 要增加的話 蛋白質是非常重要的 可是如果說我們直接去吃一些肉 雞 要經過自己消化道的一個消化 我們經由這個慢燉的方式 我們氨基酸會釋放出來 我們可以很快速的得到這氨基酸 對 因為我們今天做湯 要來煲湯其實很重要的原因 是因為藝人通常都很忙 譬如說他們三個平常要排練 沒有多餘的時間 去補充一些營養成分 所以如果在家裡燉好雞湯之後 直接帶去排練場 或直接帶去演出的場地 就裝一小碗… 其實很好 保溫杯 這個氨基酸那個氨基酸是很 小分怎麼會吸收 而且它在補充體力是還滿好的 了解 謝謝 師傅等一下外帶 外帶呢 不好意思 我已經包一碗了 然後把那個瑤柱放進去 提味的一個干貝吧 放進來 對 而且它這個花旗參 現在是參類裡面比較不燥的 對 而且可以補氣 你知道嗎 他們在唱歌需要氣 你知道嗎 好 接下來我們來切這個山藥 這是紫色山藥 對 紫色藥 這是台灣的山藥 聽它切的那個聲音 感覺很新鮮 對 把這個山藥稍微切塊 跟我們的排骨切差不多大小 看起來這個湯很厲害 很厲害 好想喝喔 而且到目前為止都很簡單 切一切丟進去 貼一貼澆進去 那山藥有什麼營養 其實山藥它有一個就是 其實對女生是非常好的 我們這裡面有女性的雌基酥 可是男生不要害怕說 吃到這個會變成女性化是不會的 是不會的 是不會的 就吃一吃山藥 然後變成講話就 有點嬌羞 對 對 所以這道湯品也非常適合女生 了解 好 接著我們 我們這個去骨的雞腿的骨頭 我們不要把它丟掉 我們可以先來熬這個高湯 利用這個雞骨熬出來的高湯 你可以看到它天然色澤 就有點金黃色 是 我們把它倒進來 了解 這個用雞骨頭熬這個高湯 會不會很難 不會 一樣可以汆燙鍋 放在電鍋裡面去燉煮它 什麼都交給電鍋來做就對了 對 了解 而且你可以煮一定的量起來 而且雞湯你有時候煮太少 其實那個味道釋放不出來 所以一定要一定的量 我們這裡面有一隻的土雞腿 那土雞腿它比較耐燉 然後它的那個甜味跟風味會比較濃厚 那如果你的時間不夠 你用肉雞腿也可以 但它的味道沒有那麼濃 因為它肉質本身就比較鬆散一點點 可是它煮的時間會比較短 會比較快速 了解 所以就看你想要選土雞或肉雞 那在準備的同時 我想要問一下小玉 因為這個吉木馬其朵這部戲 其實他們兩個去年都演過 但是你是今年新加入的 你會不會緊張 因為我還沒有演過 所以我還不知道會不會緊張 我是說在排練的過程當中 超緊張 因為其實老師們對我還滿嚴格的 因為有很多我以前以為演戲的方式 以前以為唱歌的方式 其實在舞台劇都是不成立的 你有被罵對不對 罵得還滿多的 有聽到最重的字眼是什麼 罵你 你會不會演戲啊 這個是很 你就是在演戲 然後你被罵過會不會演戲 對 罵是兩天好罵你的嗎 不是 這不好說 不好說是不是 對 那是不是還有罵你會不會唱歌 這個倒還好 對 這個有 什麼意思 這個比較 因為其實我今年 今年其實前一半 大半時間都是在演戲 然後出唱片 出寫真 其實在舞台劇這兩三個月 其實我沉澱了滿 就是讓自己沉澱下來 然後去學新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還滿開心的 是 好 當然你們其實在裡面 因為體力很重要 要唱非常非常多的歌 除了剛剛三位一起演唱的歌曲之外 其實也有對唱歌曲對不對 對 誰要跟誰對唱 我跟安東 好 你跟安東對唱之前 我們先把先主廚 最後一個步驟是什麼 調味 我們加入少許的鹽巴 好 已經有放干貝了 所以鹽巴就不要放太多 然後少許的糖 提一下味 一點點 其實都是一點點而已 對不對 因為我們盡量讓這個食材的原味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紹興酒 紹興酒 對 我們提味一下 好香喔 好香喔 紹興酒的味道飄出來 而且好簡單 全部都放進去 對 全部放進去 接下來很重要 打開電鍋 打開電鍋 放一杯水 然後 我們這個土雞的量比較多 所以我們今天是放兩杯水 對 然後把我們這個燉湯放進去 太簡單了 這樣就好了 就這樣就好了 然後蓋上 記得要蓋起來 然後按下去 不是這樣就好了 對 好 接下來我們放了兩杯水 大概會燉多久的時間 差不多一個小時的時間就可以了 OK 再燉一個小時 我們在等待的過程當中 其實我們已經有一鍋已經好了 但是為了要讓大家品嘗這個雞湯 我們下一趴再來品嘗 而且我們下一趴要聽聽兩位 要幫我們演唱對唱歌曲 這首歌叫什麼 該怎麼說 好 廣告之後我們一起來聽聽 再多浪漫 再多熱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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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會是長生不老 我們成年少 未來也會老 時間跟在我耳邊咆哮 難得了一個愛我的人 而現在我只想找 只想找 怎麼說 聽我說 該怎麼說 怎麼對著愛的人說 怎麼對著愛的人說 從每一段愛情都是禮物 都是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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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聲鼓勵 很好聽耶 你要不要用生命在唱 真的… 因為他唱到中間 你還好嗎 感冒 死不了了 真的喔 那個禮拜五演出的時候 OK就沒問題了 我想問一下 簡單的講一下 這首該怎麼說 是在什麼橋段的時候唱的 算是男人跟男人 對於女人之間 不同的面相 What 這很深嗎 對 就是每一個男人 對於另外一半 一定都有另外一種相處的模式 對 我們兩個就是不同相處模式 不同看法 你們兩個個性其實也不太一樣 但是喜歡美食的心情 應該是一樣的吧 沒錯 那小玉你幫我們 戴維吃一下 剛剛我們包出來的雞湯 這三碗都我的吧 不是 對…好啦 分一下 然後接下來呢 接下來 待會兒小玉要幫我們 形容一下那個雞湯的口感 但是我們接下來 馬上又要進行下一道料理 對 吳博士今天要幫我們分享 什麼料理 很簡單一個湯品 一個濃湯 對 叫做南瓜 南瓜洋蔥堅果湯 其實家裡有南瓜的話 就把它切塊蒸熟 對 因為它是非常好的 碳水化物的來源 因為他們在唱歌 或者是我們這些工作的朋友 非常需要碳水化物當作能量 了解 所以它是非常好的一個來源 然後這個就是 洋蔥啊 就把它在家裡先放一點油 然後把它炒到像這種顏色 然後甜味都會出來了 了解 然後就還有一個叫做堅果 腰果 那其實很簡單的話 就是把它這三個食材 南瓜有什麼 有什麼就是營養成分 它營養成分的話 你看它長這個顏色 就是有很濃的Beta胡蘿蔔素 了解 只要長得黃黃的 都有很多維生素A 對 維生素A Beta胡蘿蔔素都有 然後洋蔥是不是很健康 洋蔥很健康 你看我今天用牛奶跟洋蔥 就是一個小朋友 長 或者說預防骨質疏鬆 或者小朋友長高的 很好的湯品 而且重點是 我們前幾天才講過說 小朋友其實有些人 不太喜歡洋蔥的味道 會覺得洋蔥嗆嗆 你把它放在裡面 又跟南瓜一起 對 小偷一定很喜歡的 而且這個湯品 你不用放任何調味料 完全不需要任何鹽跟糖 不用不用 而且這個湯品你可以放 就是冷的 你們三位會不會吃太快 不好意思 對 小玉講一下 剛剛那雞湯口感怎麼樣 我覺得 因為我其實很 有點怕中藥味 對 但是我覺得這一碗 真的是太好吃了 它中藥味只有一點點 然後 而且雞肉剛好我整塊吃掉了 真的 好嫩 然後那個雞湯味 就是太完美了 很鮮對不對 很鮮甜 非常鮮甜 而且那個肉質 你真的是一滴不剩 太扯了 剛剛你還對我偷 對骨頭咧 真的 沒有骨頭 沒有骨頭 因為它已經去骨了 對 應該沒有吧 好 然後剛回到這個博士的 南瓜堅果濃湯 對 平常如果說你的料 大概差不多放一半 我太會把它 就是加牛奶 加它兩倍 兩倍 那你就看自己的濃稠度 自己調整牛奶的量這樣子 是 好 那其實就把所有食材 放進去之後 放進去之後 OK 對 把它蓋緊 好 那我們就可以來 剛剛被嚇一跳 然後這邊把它攪一攪 攪拌一下 攪拌一下 這樣就可以了 攪拌完 你就可以把它倒出來 然後這時候 你可以拿到鍋子上去加熱 或是放到微波 是 因為冬天適合吃熱的 對 那夏天的話 就可以直接喝冷湯 可是如果說南瓜已經熟了嘛 洋蔥也熟啦 牛奶跟堅果 就是即使是這樣子也可以喝 都可以直接 等一下就可以直接喝了 對 也可以冷了 對 這樣就好了 那這一道適不適合 就是有一些 譬如說上班族 勞心勞力適合這一道嗎 對 非常適合 你就帶著 然後你也是放到保溫瓶裡面 你可以冷了 然後或者是辦公室有微波 或電鍋 你就直接放進去加熱就可以了 甚至夏天 你就可以直接拿來喝 對 我們之前有常常聽到人家說 其實多補充 腰果也是不錯 腰果一樣是在 其實這一道不但就是說 它有好的碳水化物 讓我們體力變好 它的腦部 讓我們的腦部一些 因為你們這樣子 在弄什麼舞台劇 什麼都要花很多腦 腦子會有一點問題 腦子會有一些不好的狀況 對 需要補腦 尤其是 尼安東很需要補腦 它看起來腦筋不太清楚 沒有 像南瓜會堅鎖 對 它有一些維生素 礦物質 都會增加我們的 神經傳導物質腦部 神經傳導物質的合成 會讓腦部 你背那個什麼腳本 會比較活化一點 了解 比較有記憶力 我們現在要倒出來 給大家喝喝看嗎 可以嗎 這樣OK嗎 好 先Q歌對不對 好 今天剛看他們兩個 帶來對唱歌曲了 你是不是在當中 也有滿多獨唱的 有 有一首獨唱 去年還滿受歡迎的 對 很甜 很甜對不對 我在這部戲算是一個甜心 該不會是 就是我要走向你吧 是 沒錯 好 我們歡迎盧學睿 多多公主 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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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里充满着冷空气 彼此间说不出真情意 有人试图拉近距离 有人害怕只想逃离 生活里肯定充满风雨 总不能老实晴空万里 雨后才会出现彩虹 风起才能飞向自由 这些我全都不在意 因为我真要走向你 这些我全都不在意 因为我真要走向你 我要走向你 走向你 走向爱的世界里 我的心早已打开 我要让爱住进来 我不想一辈子停留在原地 我不想一辈子停留在原地 我要走向你 走向你 走向爱的世界里 我的心早已打开 我要让爱住进来 我要让全世界都知道 我要恋爱 好好听的 我突然听到卢学二唱这首歌 我整个记忆都回来了 因为卢学二在《寂寞马其多》里面 谈了一场很特别的恋爱 是 对 蛮突然的 蛮特别的一个爱情 对 到底是什么样的爱情 大家请进剧场去看了 是的 这首歌叫我要走向你 那广告之后呢 我们就来品尝 就是我们刚刚的南瓜洋葱浓汤 好 回到我们就是娱乐 当然呢 这几天的天气渐渐是变冷了 除了我们在节目当中 教大家煮出非常好喝的鸡汤 还有煲汤跟浓汤之外呢 其实最主要是要帮三位 即将要在下礼拜五就要首演 2016年的《寂寞马其多》 等于算是2.0版了啦 所以要帮三位补补身子 刚刚第一道鸡汤 已经很厉害了 很厉害 第二道是帮我们再 稍微尝试一下味道 好 來… 好 然后当然呢 下礼拜五就要演出 所以现在应该也就已经 都排练得差不多 怎么了…卢學睿 學睿 你怎么了 我觉得很好喝 而且我们现在是没有加热过的 对 我觉得 如果它是浓湯 它是热的话就很像浓汤 可是如果它是 像现在这样比较凉的话 我觉得它也很像那种绿豆汤 是 饮料的感觉 对 饮料的感觉 所以好像热的冰的都会 很赞 你们要不要直接跟你们的剧团 稍微order一下 請他们每一天 你们在演出的时候 就包这两个汤 每天做 你们赶快记一下这个食谱好不好 拍照一下 而且他没有放任何调味料 没有任何调味料 没有任何调味料 我没有放盐 没有放糖 对 所以甜味是本身那个南瓜的 洋葱跟南瓜 洋葱 南瓜都有甜味 完全没有糖跟盐 所以就可以这么好吃 所以你们在演舞台剧的时候 要靠这些汤 浓汤跟鸡汤 来好好补补身体 好 最后 把板子赶快拿前面一点 宣传一下 因为吉莫马其朵这个音乐剧 其实去年我去看了 只有我自己非常喜欢 也推荐蛮多朋友去看的 那接下来在2016年的演出 是什么时候 緊張吗 換我要讲话 你要讲话 你要好好讲 OK 好 11月25号到12月11号 在新北市艺文中心 吉莫马其朵 然后在台中中山堂 2月10号到2月12号 是 可以在天作之河的Facebook或网站 还有良庭院 售票系统 售票系统 你很好啊 他刚讲的最好的就是那个Facebook Facebook 因为Facebook可是英文 那你为什么要假装中文不好呢 我哪有 我刚刚那样我练了很久 我才有办法讲出来 真的 对 我如果要想 是 就会卡池 就会卡池 那问一下说 你演过最辛苦的一场是哪一场 你有印象吗 去年在演的时候 我有一场告白 告白 告白系 对于她的女朋友 的一个告白 然后 然后 我那一场有很大一段话 所以在速度上 就是什么时候讲快 什么时候讲慢 什么时候舌头会跌倒 是 会打结 打结 对 对 舌头会跌倒 舌头会跌倒 好可爱 是 所以那一段 是你讲过最长的台词是不是 是 OK 你们是不是会取笑他的口音 因为有时候他讲话会走音 走音 二三声 二三声不太分 能拥有 什么 能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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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会这样能拥有 就是会 然后像我们女主角叫陈琳 对 都会讲陈琳 或阿琪 就是其实我觉得 他二三声不分 对 我觉得可能其实 是跟我相处有点久了 所以就有那个原住民这样 对 但是你的名字 怎么自己就不会念错 尼安东 你又念成尼安东 偶尔 不是你安东 是我安东 对 但是因为你们因为排这一出音乐剧 其实三个人现在感情非常好 还不错 对 但是学瑞有一段时间请假 所以感情没那么好了 但回来之后又升温了 他去柬埔寨 我去柬埔寨 我出外景 是 但是会不会因为演出音乐剧 其实体力也消耗蛮大的 然后因此就是会很容易感冒或生病吗 会吗 会啊 你啊 对 对 你这样还OK吗 可以 刚好在一个礼拜左右前 就是消费掉一次 然后 然后上演 再消费掉 结束后还会感冒一次我觉得 结束后还会感冒一次 对 千万不要好不好 要好好保重身体 好 不过你知道在演舞台剧 因为我平常也在演舞台剧 你知道我们在后台都很混乱的 脱衣服啊 什么要快换干嘛的 其实可以看到很 你什么时候要演我要看 我们都有小房间 在小房间快换 但是 我坐下买票去看 买票去看 会不会因为演舞台剧 然后看到彼此最丑陋的一面 有吗 一定都会啊 一定都会这样子 因为像我们排列时间 你看到谁最丑陋一面 你揭发他可以 安东吧 因为安东算是我们 最会睡的演员之一 最会睡 他就偷拍他睡觉 他睡觉好看吗 有时候 有时候好看 有时候是 Oh yeah 很邋遢 他有时候蛮邋遢 但是在杨琦玉心中 我应该是算 比较不好看的吧 对 小玉他比较不好看吗 因为其实我从第一天进剧组 我就想要就是 跟雪儿玩嘛 所以我就一直偷拍他 了解 所以我的Facebook 每一天都有他的自拍 就是我偷拍他的照片 是 我会帮他编一个 你剩两秒 好